梅西呢是荣英法检联赛的九月份最佳球员啊 这个是实至名归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凡是看了巴黎善尔曼的球的话 你会感觉这个巴黎善尔曼现在离不开梅西 真是要离开梅西的话 咱们不能说他不行 只是没有现在这么行 因为梅西现在对于巴黎善尔曼那是绝对的核心 绝对的核心啊 那么有的兄弟说啊 这个梅西来到巴黎善尔曼怎么怎么样呢 是不是这个说是来养老来了 其实我跟你说你只要多看看球 多看看细节 不要太关注于新闻的比赛结果 你多看看球你会知道 梅西来到巴黎善尔曼或者说来到辅甲 或者说来到法甲是干什么来了 是属于技术扶贫 因为我这么跟你讲 就是以梅西的这种技术 虽然说他今年35了 他在法甲联赛乃至在欧洲 乃至在欧洲联赛 依然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他就是梅西的到来 大大提升了法甲联赛的这种竞技水平 和观赏水平 所以说才让法甲有这么高的关注度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能让大家熬夜起来看一看法甲的比赛 而且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也会让更多的球迷来了解法甲 所以说对于法甲推向世界 或者说对于法甲的这种推广来说的话 我这么感觉啊 就是说过往30年梅西是第一人 真的 就是梅西一个人把法甲的知名度带到了一定的层次 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就是梅西通过个人的影响力 通过个人技术的影响力 使法甲联赛提升到了一个档次 所以说法甲联赛把这个最九月份最佳球员给到梅西 是实之名为的 因为他们也看到了梅西表现的确是好 不光是表现的确是好 而且梅西的表现 他就是这个联赛里九月份表现最好的 其他的跟他接近的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我把梅西来到法甲 我愿称之为技术扶贫 是上之日 是上法甲联赛帮助他们来了 是上法甲联赛的